2021年每日灵修 3月31日爱的上帝 约翰一书4章16节 上帝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 上帝也住在他里面 天国最美好的佳音就是爱 因为上帝就是爱 在密室里最美妙的字眼也是爱 因为上帝要在爱中遇见我们 何谓爱 爱就是要把最好的留给所爱的人 让所爱的人得着幸福快乐 是爱人者最大的满足 我们的天父既渴望我们在密室中与他相遇 而且老早在密室中等待我们 毫无疑问的 他必然要用他丰沛的爱来滋润保足我们的心 上帝所有其他的属性 都在爱中得以成全 密室中与上帝水辱交融的契合 是爱最高的境界 也因为如此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就要相信上帝 要用大爱包围我们 当我们祷告时 就要操练开口 感谢上帝的同在与他的大爱 慢慢的 你就会体会出那种感觉 弟兄姐妹们要花时间在安静中默想上帝的话语 等候可慕上帝的显现其事 直到你心中长满敬拜的灵与赞美的词 同时紧紧抓住宝贵的应许 上帝的爱要借着圣灵流入我们的内心 我们要觉得愧疚 因为我们太少相信这真理 也太少追求上帝的彰显 当我们祈祷时 让我们深信这真理 上帝在密室等候 乐意向我们施恩 也渴望用爱满足我们的心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记着说 我已永远的爱 爱你 以福所三章十七至十九节记着说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尝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策夺的 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记着说 你看父赐给我们 是何等的慈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